大家好,库布扬斯克方向又有了最新的战况 昨天在斯瓦托南部地区 克里米纳方向,俄双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克里米纳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昨天乌军出动的主力部队 从亚姆比尔方向使用武装持人机 另外还出动了坦克部队 对克里米纳方向发动了总攻 乌军昨天是从亚姆比尔以及迪布洛瓦 这两个方向,亚姆比尔、迪布洛瓦 发动的是对克里米纳的进攻 昨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迪布洛瓦这个方向 那么乌军沿迪布洛瓦到克里米纳方向的这条公路 借助技术手段,包括无人机 对俄军阵地进行精确打击 俄军在这个方向进行了顽强的防御 乌军首先是出动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是两到三辆坦克组成 那么特种部队分成四个小组 沿迪布洛瓦到克里米纳方向 两到三辆坦克一组,四个小组 每辆坦克发射三到四发炮弹以后 就转换炮击备置 实际上乌军刚开始获得了一定成功 由于地面已经结兵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坦克在克里米纳这个前线 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所以利用这个地区的沼泽 大家可以看,沼泽地带结兵 所以乌军出动了坦克 俄军进行了反击以后 乌军又退回到原有的阵地 这个方向战斗 俄军俘虏了乌军第25摩 步兵旅 也就是25旅的士兵 可以看,这是卡德罗夫发布的 昨天战斗俘虏乌军的画面 根据卡德罗夫的说法 一共有13名乌军被俘虏 他们是被俄联邦中央集团军群的 第35基步旅以及阿哈马特 也就是车臣特种部队俘虏的 13人一共啊 其他的全部被击毙 昨天的战斗画面 就在克里米亚方向 乌军在克里米亚方向进攻 实际上可以反出一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 以及北约实际上在这个方向的人员 实际上是非常充足的 虽然俄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 但是乌军还是前赴后继 在克里米亚方向 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乌军在这个方向的人员 现在来看俄州斯方面的判断 乌军在这个方向的人员 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这个方向的战斗 未来会非常激烈 这也是弗鲁的25旅的高级射手 叫帕弗里克 这是弗鲁画面 对他进行审讯 从审讯的画面中 其实也可以看到 受伤是严重 头部中单 他实际上交代 他原来只是个伐木工 原来只是乌克兰的一个伐木工 参军以后被派往了25旅服役 随后战斗中被认为高级射手 也就是狙击手 被俘的情况 从他的交代来看 他在撤退时 实际上被大部队抛弃了 大部队让他断后 结果全部撤离 只剩他一个人 最后被俘 我觉得他是幸运的 没为俄军击毙 还能活着接受采访 还能交代自己被俘的情况 很多25空中机动旅 25空降旅的士兵 甚至没有机会去交代 自己的被俘的经历 这视频很长 可以看他交代的内容 也是非常详细的 除了他以外 实际上还有一名士兵 这也是乌克兰的25散兵旅 他交代 这25散兵旅 几乎所有的士兵 都在英国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也就是说在克里米纳方向 这次战斗 25空降旅 乌军的25空降旅 实际上是在英国培训 结束以后的乌军 那也就是说 从英国接受培训的 这些乌克兰士兵 返回到哈尔科夫前线 而且在克里米纳 有大量从英国 从西方培训的乌军参战 那这是现在克里米纳方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乌军呢 现在在克里米纳方向呢 还在继续增援 特别在红利曼方向 现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呢 乌军 第17坦克 坦克旅 第80 第90 空中突击旅 第4坦克旅 第92 计划旅 目前已经在向红利曼方向移动 在向这个方向集结 俄军出动了这个奥兰三菱无人机 在克里米纳北部约8公里处 那么俄军在克里米纳北部8公里处啊 在这个 克里米纳北部的这个小城 波波夫卡南部 这一带 发现了乌军的特64BV坦克 特64坦克 另外呢 还发现了M1113 装甲渔兵车 那你说乌军在这个方向呢 一直在大国门的集结 这个坦克呢 是 荷兰的啊 荷兰的装甲渔兵车 也是被击毁 最新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啊 北约的制式武器啊 也在这个方向集结 那就说在克里米纳北部地区呢 出现了第17坦克旅 第80 第95空中突击旅 空降旅 第4坦克旅 以及第92计划旅 都在向克里米纳方向集结 那乌军在这个方向的集结呢 实际上呢 主要还是大国门的炮兵集结 特别是M777A2榴弹炮 波兰的15毫米 自行火炮 以及M795 高爆炮弹 另外呢 还有射程达到20公里的 OF30 主动火箭弹 那克里米纳方向呢 现在来看呢 乌军呢 集结这些大国门的炮兵 实际上呢 就是乌军在 红利曼方向啊 遭到俄军顽强的防御 红利曼方向 那么乌军现在呢 使用大国门的炮兵集中在 克里米纳北部地区 特别波波卡这个方向 就是为了下一步攻击 克里米纳使用这个炮兵 所以现在从侦察的情况来看呢 未来克里米纳方向 特别北部地区 大国门的炮兵装甲部队的集结 克里米纳呢 未来会遭遇乌军 大国门的火炮攻击 也说明呢 北约啊 也就是现在乌坎安的指挥部 在斯瓦托 克里米纳方向 并没有放弃进攻 而下一步呢 会集中 大国门的重装备 在这个斯瓦托 克里米纳方向 寻求突破 也就取得 北顿尼斯克 利西昌斯克 北部地区 一个突破口 如果能够突破克里米纳 大家可以看 那么鲁别日诺耶 南下就是北顿尼斯克 很有可能会重新夺回 利西昌斯克 北顿尼斯克 那么卢干斯克 他北部地区的 俄军的这个据点 就被突破了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个俄乌双方都在争夺 北顿尼斯克和利西昌斯克 所以乌军希望突破克里米纳 夺取鲁别日诺耶 打开这个大门 进攻北顿尼斯克 利西昌斯克 配合南部地区 巴赫姆特的乌军 形成对利西昌斯克的南北夹击 但是现在俄军来看呢 在克里米纳方向啊 他的防御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今天的基辅方面 也有最近的消息啊 泽连斯基总统呢 与抵达乌克兰的著名的英国的主持人啊 贝尔格里尔斯进行了会议件 贝尔啊 这个贝尔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这个荒野求生啊 人类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啊 这个我看过他很多的节目啊 但是现在呢 在乌克兰 贝尔呢 现在了解呢 最新他要挑战 在乌克兰寒冷的冬季存活下去啊 这个非常讽刺啊 现在乌克兰呢 实际上已经回到了中世纪啊 如果你有发电机 你自己家可以发电 那很好 但是呢 手机信号 互联网 几乎都是中断的 你要花很高的价钱 你才能有信号 所以与外界隔绝 如果你没有发电机 那就是中世纪 再加点蜡烛 烧木柴 所以说贝尔很有可能 在乌克兰挑战这个冬季啊 这叫荒野求生 在乌克兰首都荒野求生 很讽刺啊 泽连斯基来接待 这个节目 现在很有可能会前往北部的 去那核电站拍摄啊 另外呢 还要前往南部 靠近黑海 就是尼古拉耶夫 甚至有说法 他要去赫尔松 但是现在赫尔松呢 正在进行宵禁啊 当地呢 实际上有很多俄族人 这赫尔松现在呢 贝尔能不能进去 很难说 如果贝尔能够进入赫尔松 那也是非常奇迹的 赫尔松现在呢 也属于一种封闭的城市 赫尔松靠近哪呢 靠近英国在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方向 有个军事基地 奥恰科夫 奥恰科夫呢 实际上有 英国的特勤局 实际上贝尔 大家知道 他原来就是英国特种部队的 所以呢 英国特种部队 奥恰科夫还有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 他会不会前往奥恰科夫 前往这个奥德萨方面 这个军港 参与拍摄 那在白欧斯方向 基辅北部白欧斯方向 除了立陶湾以外呢 在拉脱维亚 今天也有个最新的消息 拉脱维亚方面呢 摧毁了与白欧斯街掌的 福桥 这是白欧斯 公布的 拉脱亚摧毁 边境大桥的画面 拉脱维亚摧毁了白欧斯 与该国接壤的所有的 能够通过的桥梁 可以看 在拉脱维亚和白欧斯边境这个地区 所以现在拉脱亚大家知道是北约国家 那么它摧毁这个大桥 也意味着拉脱亚北部地区的防御 防御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开始对边境的桥梁进行拆除 那么在南部立陶宛呢 立陶宛的陆军司令 瓦尔德马拉斯 拉普西斯中将 他也证实在立陶宛的美军进行了新轮的轮换 那么轮换的结果呢 美军已经从对俄军的威胁状态 转为与俄军战斗状态 也就是首次证实 立陶宛的美军已经进入到战备状态 那么轮换的细节呢 它没有公布啊 那么从立陶宛拉脱亚的行动来看呢 在白欧斯北部地区 北约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啊 北约呢 实际上立陶宛拉脱亚到华沙 到波兰这一线 那未来呢 如果开战的话 很有可能会和俄罗斯方面 在白欧斯 在白欧斯有一场大战 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那么整个北约都会 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向这个方向挤压 特别是白欧斯和乌克兰 大家知道白欧斯和乌克兰 白欧斯和乌兰 是现在北约和俄罗斯中间 唯一的缓冲地带 北约和俄罗斯未来会争夺 这个缓冲地带 北约很有可能占领乌克兰西部 而俄罗斯现在和白欧斯结盟 但是白欧斯国内的情况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白欧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他呢 虽然说话非常硬 但实际上呢 私下和北约和西方 也有沟通 特别是他那个外交部长 但是那个外交部长呢 神秘的死亡了 所以现在白欧斯方面的情况也很复杂 那么俄罗斯未来如果和北约开战 白欧斯很有可能会被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瓜分 共同瓜分的意思就像乌克兰一样 北约也会进入白欧斯作战 所以现在白欧斯和乌克兰就成为北约和俄罗斯瓜分 那这是今天的斯瓦托沃库布扬斯克方向 就哈尔科夫前线最新的消息 在南部呢 巴亨特今天也有最新的战况 我下一个节目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巴亨特今天的这个战况 巴亨特方向呢 美国的公兵以及西方的公兵也在大规模的增加 实际上类似于北部的利曼斯瓦托沃方向 那么现在来看呢 乌克兰他从赫尔松方向 集中的大规模的部队都在向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前线增并 那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未来呢 哈尔科夫 顿涅斯克 扎不若这三个方向 会是俄乌未来的一个争夺的焦点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